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显示在多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下 或许已让行业内部分领域过热 报告同时指出 尽管银行业体系普遍持稳 但日本大约100家左右的区域银行业者获利能力差距扩大 在出现紧张情势的时候 金融体系带给经济的下行压力可能比以往更大 比如金融机构减少风险承担所产生的压力 由于竞争加剧 部分金融机构增加了高风险的海外放贷 业者的资产负债表可能因国外利率急剧上升而面临危险 衡量过度冒险的指标表明 这样的金融活动达到了自90年代资产泡沫以来的高峰 这一报告将是10月30日至10月31日利率检视中 日本央行考虑的重要因素 日本央行在安倍经济学影响下 长期处于负0.1%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并且将其通胀目标设置在2% 以作为适量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重要指标 近期 日本央行公布的通胀数据并未达到预定目标 但在采取宏观政策调控下 银行业承担风险创30年新高的现象 成为日本央行检视利率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日本央行很难因一份评估报告而放弃当前货币政策 但结合之前日本央行年度内仅仅增持26万亿日元国债的现象 远低于80万亿基准 不排除日本央行会在维持宽松政策前提不变的情况下 出现政策倾斜 以避免部分行业过热 技术面来看 日元上周输出上下引线较短实体中等的阳线 在经历前周下跌后 行情短线与年度趋势线支撑位齐稳 各短期均线对行情支撑作用良好 ACY西万认为 在英国退欧谈判陷入僵局之后 意大利也未遵守欧盟财政赤字预算 加之美联储大缓进加息的情况下 美国面临中期大选 全球金融市场避险需求近期表现较之前明显增强 一度表现疲软的黄金 也在避险刺激下处于高位盘整状态 日本央行购买日本国债低于预期 当前行业过热可能引发的紧缩调控 在中短线上和避险属性 合力提振日元的可能性较大 基本面上 建议交易者关注10月24日日本10月日经制造业出值 日本8月领先指标 以及10月25日公布的日本9月企业服务价格指数年率 技术面上则建议交易者关注上方压力位114.38 以及下方支撑位111.50 感谢收看今日市场行情分析 如有疑问 可登陆ACY西万官网 或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进一步了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